台湾国际红膜学会的理事长罗大恩医师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杨理事长 各位理事长 各位一切前辈 大家好 很高兴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比任 因为短短的十几分钟 我想比任两个重点 因为在中文科学会里边 我们红膜学会算是成立的罪我 应该只有成立英年 都是小老弟 所以我要观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学会成立的前路经过 另外一个重点是 可能大家会很有兴趣的 因为红膜学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 但我们现在学会的重点 跟以前的红膜学会不太一样 在哪里不一样 在灵草红膜学的应用 也就是在整体医学上的应用 那以前我们红膜学比较 就是用在整体医疗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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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用个案来跟大家做分享 不好意思 学生姐在运作当中 我跟大家先拍一下 那我们在 我们今天下午是 201 但是今天的演讲都很精彩 大家如果没有时间来我们 我们201演讲听的话也没有关系 明年的元月开始 就是过年到开始 我们红膜学会会展开电话的课程 那我们现在讲的叫做 整体红膜学 整体红膜学 也叫做整体演学 那整体红膜学 它其实包括了 它我们的课程 6 level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到level 6 那从今年的 2月开始 我们会上到level 1 到level 4 那我们今年已经上到 level 1 跟level 3 我们有20个毕业生 当中有10个是MD 那另外10个是从事自然医学的 有兴趣的 那今年我们会增加到level 4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实在 今天的课程再太精彩 没机会到我们那里听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欢迎大家 参加我们学会的课程 我们会一直上 上到5月 那5月初是我们的年会 还有学术研讨会 还有我们的毕业点 那这个临床侯墨学 那这个临床侯墨学 那我们认知的 我跟大家做个了解一下 有听过侯墨学的新剧手吗 哦 谢谢 那几乎都听过了 九层一趟都听过了 那有学过的 有学过的 刚是听过嘛 现在有学过的 麻烦你举头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那有在用红墨学 在临床上应用的 不管你是做养生保健 或者在医院或诊所 有在用的 麻烦你举头一下 好 谢谢 那我是觉得 我过去基础 我从长年院训练完 我是已经回家一开业 大概20年了 那我会出来开业 基础的重点不是要数学会 我是因为因缘忌讳 不小心走上这条路 那这个情况 是说我自己身体 有出了一些状况 那么我也做过化疗 做过化学治疗 我做过一次 我就不做了 太难过了 我就有防患 我就到其他地方去找 我发现我自己调理的不错 红墨应用的也不错 那我就应用在病人上 那么在病人身上 我是觉得 用的不错 他讲的有道理 所以我再回头去学 事实上在红墨 在台湾因为没什么 在我当时 我不知道有什么老师 有什么教育 可是我临床上觉得蛮好用 那不小心就被我们 读证据 那有证据以后 在红墨学会之前 我就当枪匹马的 到美国去跟他们交流 你现在的 现在想起来 有点大胆 好像去踢人枪 好像要去挑战人枪 我就跟那些国际上的 红墨学家 红墨学家 我就跟他们讲 我在台湾做研究 哪些新化线 那他们就很高兴了 就 就是彼此交流 所以这几年 我在国际上交流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一个人这样走 这不是办法 那应该是要找 我们要成立一个学会 要用团体 对团体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成立了一个学会 那也很感谢政府的支持 还有我们在座也有很多 谦卑的支持 我们学会在去年成立 这个是成立前在三年前 这个是Benner Janssen 这是我们台湾 甚至亚洲的红墨学 是由当年在荣总中学教授 负责接代 就是Benner Janssen 金融之外的教授 带来台湾 那中文道理的时候 我们这边传过去 那Benner Janssen在亚洲 他把红墨学传到韩国日本 东南亚各地 那这个是他的媳妇 他是营养学博士 那这个是美国还蛮有名的 大德利亚人 他是红墨学专家 我跟他们交流以后 我心里还蛮感动 因为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 在做研究 那这个是成立前 我有点类似自我推荐 去跟他们交流 那他们立刻很肯定 他们在就立刻要求我 叫做他们IPA IPA就是国际 美国国际航墨学会 他们的会也呼呼全世界各地 那个主要是从 布兰江省过世以后 有第一件理事长 Dr.Aaron他们串下来 ok 那么在 第二年的十月 我到美国另外很大的组织 叫ICI 那美国航墨学会 在这个叫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Haryng 美国大道与 国际航墨学院 那他的组织规模很大 不过他是比较 focus在美洲地区 包括南美洲 那他的奖元等等 是来自于 欧洲加拿大多 那这个是我在 这个是我在 隔年去跟 Plancian的 I feel sorry 跟这个Dr.Pesek的谈 跟他批认了 那他就很高兴 他刚刚就要跟我先合作协议 他知道我要成立学会 他说成立学会之后 我们两个学会可以来合作 这样 OK 那这个是去年二月 我在Lasbeva的演讲的时候 Dr.Pesek他就讲 他是特地专门去听我演讲 而且要跟我进步谈合作 事宜 这个是在 在去年二月 OK 那么在去年的五月 我们的年会 我们的台湾国际防茂学会正式成立 我们在台中慈祭医院举开 在座也相当 很支持我们像 崔九教授也在场 张永贤教授也在场 那这个之外有教授 这个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赖教授 这是特地专门 美国癌症医院的一个 Dr.Tony来 那这几位 大家看一下大部分是医师 我看在座 毛教授也 毛教授应该 这次不晓得没有来 那这个是在去年五月 母亲姐那天 我们在台中的慈祭 开始一大会 那天参加大概五十人左右 没有全部都照进去 这是那天我们的speaker 那这位是在座的 很上阳学副校的 那这之外有教授 那这是何一千教授 那天这个是Dr.Tony Hopport Fence医院的院长 那这个是美丽学博士 许行长博士 他们不请他们在speaker 下一场 OK那去年五月 学会成立之后 我们第一个出谎的 是ICI 在去年十月 这是ICI的选前 那时候我们有 十二位的member去参加 那跟大家这里 值得报道的是 这个国旗不是我们带去的 是主办上会帮我们准备的 他们很礼遇我们 我也不晓得他出了这一招 先我们所有人上去 我们总共十二人 这里还是少两个 好像这几位大部分的 大部分都是医师 那他很 以前我们去国际场的开国际会议 我知道的是我们常常自己在国际去 让照一下我们两个就溜了 因为怕大陆抗议 就我们去年去参加的我觉得 我会 我们一下来以后大陆的代表 很窝心来跟我们讲 他们很受感动 他们觉得 这个 鱼有容颜 下一场 那这个是我在那边演讲 前度是他们的会堂 他们参加的人数大概会有 有两百多人 那我讲的是 红墨学还有食尚医学 那我们在当场也签了合作协议 他也请了媒体 我们公开有一个合作 合作仪式 下一场 那这个是他们录制的场景 在这边值得提的是 这个是大会的固览 看一下 左边是美国的国际 右边是中文民国的国际 那是一个类似联合国的会议 参加了有十七个国家 那每个人会 会带耳机 那可能我们 你可能听 像我们是听中文 所以我们就带耳机 他会托我们翻译 我们看像前一场 sorry前一场 他们之类的 所以哪个国家有趣 他们就划算国籍 所以总共有十七个国家 但是他们蛮尊重 我们就是在 而且在会场还摆上 关聘我们的一个字幕 下一场 那这个是 在那边 去年十月的一个speaker 他们排这个座位 有学问的 像他这辈子 他是主人 他是最大 他就帮我排在第二 代表他很重视我们 这是小药科医师 这个是大陆去的 他是上海不带中医师 这是韩国的医师 那这个是香港去的 麻省尼工学院的教育 那其他的speaker 大臣来自欧美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 今年五月份 我们第二次的会员大会 即学术研讨会 我们这一次的大会 有三个主题 一个是我们的大会 那当场我们的立法院 还有我们的前内政部长 卫生部长 张国雅 他们都来做工作 那还有一个是学术研讨会 我们请了五位speaker 除了我跟之外有教授 除了我跟之外有教授 从美国来 除了我们两个华人以外 三位是从美国来的大师级 第三个坎后 第三个事件是我们举行毕业电视 因为我们上个课 我们有20位毕业生 那这个是我们 那这个是当天的一个情况 两天当中大概有100名参加 在今年的5月份 前面这一排是 崇子军他们是移工 那第二排 这就我讲这 这三位 这是大哥 Borland 他是 在15年前 他在讲 熬火療法的时候 他其实是被主流医学围剿 后来美国换很多钱 来证实 熬火療法和重金属 是有效的 所以现在变成主流 那这个就是大哥Borland 他在推展他的抗老化 他那天来讲是 PEMF 就是用什么样的磁场 磁波 来治病 那这是IPAR的现任主席 Betty 这之外有教授 Dr.Pesson 那 这几位 这是我们的秘书长 他是颜色医师 那这是我们学医生天校 他会有颜色 那这位是 他是来协助我们翻译的 他英文跟中文都非常好 那另外一个是我开读 那这是我们那天的场景 那参加的人数大概有 有一百位 下一张 下一张 OK 那这一个是 Dr.Pesson在教Homo 他有一个新发展的仪器 Homo 那这一位是韩国来的医师 那这是菲律宾头目的主席 下一张 下一张 那我们当天跟三个团体有先合作协议 那一个是南华自然医学研究所 那这是所长 那是布莱德的主席 王主席 下一张 那这个是上海队中医院副院长 他来 那也来介绍 那这个是张伯雅 前部长 那这个是邱副院长 那这个是邱副院长 下一张 那这个是他来的时候 他说艾伯准备要请 十位全世界的人医师顾问 他说我是亚洲第一位 第一位医师顾问 他 那他也讲我给他一个 下一张 那这个是刚刚讲 Dr.Goran 他的PMF的一个场景 下一张 那这个是一个毕业生 我们这一系列的毕业生 没有全部在场 他愿意就有请 下一张 那我们毕业典体结束以后 Dr.Goran Dr.Pettin非常抱歉 就跟着我在台上跳起舞来了 下一张 OK 那我们 赶快进入主题 现在前部做 我们 呃 现在大家认知的 刚刚有九成的举手 知道的侯茂学是属于这一部分